立委蔡市映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郑文庭市议员以及网红皮筋儿 一起利用年礼料理包 在自行切菜加料 烹煮出一道好吃可口的年菜 三个人先行试吃直说好吃 这是人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今年举办第34届 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的活动 特地为韩式们准备的 七道年菜佳肴料理包 包括三鲜开洋银百财 福报圆满嫩骨包 樱花虾鳗鱼米糕 富贵青鱼烧 人参糯米鸡 红烧猪肉以及精选猪肉松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响应支持 只要700元就可以认购这样一套年菜 再加上认购500元的应急红包 只要1200元就可以帮助一名韩式 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 度过一个温暖的农历新年 而基隆平安站负责照顾的 大约有400位韩式 1200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支持 那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上缺大约五成左右的活动经费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只要1200元来住韩式过个好年 让街友过个好年 让社会更加的喜乐平安 那这里有我们的有声化播的帐号 当然也有联络电话 那有什么相关的议论和疑郁 都可以来联视我们的平安站的部分 联络我们的州站长 他会为了大家来做后续的服务跟说明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事情在这边 跟我们在场的好朋友 都许来呼吁更多的好朋友 来支持韩式三十吃饱的活动 只要1200元有爱心 祝更多的好朋友 现行的法治上 低收中低收都有法治的一个规范 但是有一些民众 他们不符合这些规范 可是实际他们是需要被照顾到的 对于这一群民众 我们希望透过法治化 或者透过行政手续 来让他们能够持续被关怀 被照顾 我们希望未来 能够让台湾每一个角落的民众 都能够受到 应该有的一个照顾与保护 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 然后将这些爱心分享出去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关心弱势的议题 谢谢大家 在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长周全佑陪同下 立委蔡适应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郑文亭市议员以及网红皮金儿 三个人也在现场分送毛帽维巾等预含用品 给韩士们 并且为现场一位年纪大行动不变的韩士 戴上毛帽和维巾表达关怀之意 希望社会大众可以透过爱心电话 以及划播帐号捐款的方式 一起来响应支持 让活动顺利完成 红包五百住韩士 年底几百过好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红包羽马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红包羽马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